乔峰和郭靖的降龙石巴掌究竟谁更厉害 掌门人一句话到处了实情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们一定对金庸这个名字十分熟悉 金庸在武侠文学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先武侠小说作为特殊的类型小说都不太受重视 直到后来《射雕英雄传》的连载 让金庸的小说达到了第一个艺术高峰 更有甚者评价说 如果看小说的人没有看过这本书 就不能够用称得上是看过小说 这句话从侧面也充分地说明了金庸这本书的重要性 金先生一生创作了很多不让人印象深刻的武侠小说 其中很多部都被翻拍成了电视剧 影视剧一上市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这些著作中也诞生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金庸先生笔下的两位大侠 郭靖和乔峰 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人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两个人都会降龙石巴掌 所以就有很多人把他们两个进行比较 他们两个人都足够讲义气且重感情 当初乔峰为了不让辽宋两国兵戎相像 不惜显出自身性命 自吻于燕门关外 郭靖也是如此 为了保护南宋百姓和黄荣一起镇守襄阳 最后在这里战死实在是可歌可泣 那这两个人都会降龙石巴掌 到底哪一个更强呢 首先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书中的武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年代越久远 境界越高 他的武学是随着朝代的变迁而逐步减弱的 乔峰是北宋时期的人物 而郭靖是南宋时期的人物 所以相比之下 同样的武功就会减弱很多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九阴真经 在以前的屠龙记里面已经没有人会了 而周芷若的一招九阴白鼓掌 就差点称霸整个武林 杨过的女儿一出手使出真正的九阴真经 就已经无人能敌了 所以乔峰的生活年代要早过郭靖 因此乔峰的武功境界要比郭靖的高 他们两个的降龙时巴掌也是乔峰战上风 而且乔峰从小就跟随少林大师学武 在大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绝技 并且练就了一身正宗的少林内功 后来加入丐帮 掌握了降龙时巴掌和打狗棒法 他的名秽在整个江湖中都很高 几乎无人能敌 事实也基本是如此 在整个天龙八部中也就扫地僧能够打赢他 其他人都打不过他 哪怕是跟他齐名的慕容傅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相信大家对于少林寺的那一战都十分熟悉 他在十五六章之外便出掌 连丁春秋这样的高手都不敢接 他知道如果接了肯定会筋断骨折 说不定全身都得筋骨筋碎 这就是乔峰降龙时巴掌的威力 通过这一战 他也让天下的英雄都看到了他真正的威力 后来在追杀慕容傅的时候 还有一段距离他就打出一掌 慕容傅回掌一挡 便大吃一惊 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 对于原著比较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慕容傅这个人功力极强 能在还相隔这一段距离都还能把他震的手臂发麻 说明此人的功力极高 之后他又使出一掌 慕容傅本来想使出他的看家本领斗转星 一化掉他的进攻 但是架不住乔峰实力强大 他的力量只是被转移到了旁边的书架上 由此可见如果正面硬拼掌力的话 慕容傅是根本打不过的 其次两个人虽然都掌握了降龙十八掌 但是相对来说乔峰天资从颖 一学就会 加上他天生神武 在实战中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在他的作用下 就连平常那些普普通通的招式 都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降龙十八掌原本并非只有十八掌 实则有二十八掌存在 然而后来经由某人对其进行了修改与整理 这个修改的人就是乔峰 当初他觉得降龙二十八掌太过繁琐 就想想方设法把他和秦龙宫进行了柔和 而且当时也有虚竹在场 准确的说是两个人共同出力 才将降龙二十八掌变成了现在的降龙十八掌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是降龙十八掌 让乔峰名扬江湖 但实则不然 是乔峰让降龙十八掌被人熟知 是他成就了降龙十八掌 而不是降龙十八掌成就了他 在实战方面 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他每到关键时刻都能够超常发挥 而且还能战胜平日里比自己更厉害的对手 乔峰的天赋无人能敌 在他的手里 即使是一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拳法 都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乔峰对于武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运用 他的这个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相比之下 郭靖就显得有点弱了 郭靖的功法是阴柔相继的 相比于书中另一个也会十八掌的人来说确实是更上一层楼 加上他又有左右护博这个buff加持 按理来说他应该是最厉害的 但他的实战看上去就明显不如乔峰 他过于依赖十八掌的套路 不会变通 不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解决问题 在后面他武功大成后的几场实战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在襄阳城外对付蒙古的三大高手 还有跟欧阳峰等人对打时都是直接拿出十八掌和对方硬碰硬 如果打得过就还好 打不过就没有其他招数了 而且十八掌的威力强大就在于他是一个制阳制刚的功法 他最主要的特点不是在于招式多么无敌 而是在于他的尽力 这套武功威力的大小还要取决于使用者本身 前面我们就提到过乔峰的造诣很高 加上有天赋 所以他的武功都是凭借着自身的一步步修炼而加深的 他的底子很扎实 但是郭靖在学会降龙十八掌之后又修炼了九阴真经 而且还把这两个结合了起来 让一套制阳的功法融合了九阴真经的阴柔 所以在其实方面就远远不及制原先阳的功法 还有一个原因且最重要 在以天屠龙记中我们就能够得知 降龙十八掌这样的武功是制阳制刚的一套功法 如果修炼者是童子身的话 就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功力 熟悉小说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郭靖的妻子是黄荣 而且两个人之间还有几个孩子 早就不是童子之身了 相比来说乔峰一直都是童子之身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就明显要强于郭靖 以上就是小编的观点 乔峰的功法之所以要强于郭靖 主要就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童子之身 而且没有像郭靖那样将这套制阳的功法 和阴柔的功法结合使他尽力降低 再者就是乔峰天资聪颖 他把原先的降龙十八掌进行改变 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他的功底是稳扎稳打的 也是他让降龙十八掌这个功法更出名 虽然郭靖也很厉害 但是相比来说实力明显不如乔峰 但不管怎么说 两个人都是一心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 他们的品质和精神都值得 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敬佩 我们下期见